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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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对你的产生的依赖呢 他在人生变得美好 感谢你的到来 如果不是你的话 他的生命就没有那么的精彩了 给选到第一组 他要说给你听的情况 首先你足迪拜格来看 这个人他说他是离不开你的 他对你已经产生了依赖 他希望你们之间的这一段感情可以被公开 让大家都知道你们就是一对 他现在就是遇到任何的事情 任何的问题难题 他都想要听听你的意见想法 你在他的心目中其实是一个很有智慧好聪明的一个人 不单只是因为你有智慧 那都是因为他在乎你 所以他也在义你 怎么想 怎么看 他要确保他自己做的决定 都是可以被你认同的 他感谢你的出现 你照亮了他的世界 你就好像太阳那样子 你的到来给他活力 给他力量 令他看到未来都是山山发亮的 找到人生的意义 现在的他活得比较精彩 比较美好 比较快乐 全都是你的功劳 看塔罗怎么说 他要说给你听的情话还有哪些呢 可以选到第一组 一起来看 他对你说虽然这个是情话 但都是他发自内心的 他对你 他不想隐瞒的 他可以 就是很自由的做他自己 他心里要想到什么 他都可以说给你听 你已经得到了他的信任 再看 他觉得跟你呢 根本不用美妆的 不用戴着面具的 大家是自己人 他知道他平时 就不善于 就是去表这些甜言蜜语 说给你听 甚至给你感觉他有一点严肃 或者是好闷 他平时就习惯了 把一切的这一些话呢 都藏在 藏在心底哦 但不代表他对你完全没有兴趣哦 他的心是对着你的 他现在好不满意 你们之间这个感情处境哦 他觉得你们的距离太远了 他要跟你更长的能够见面 永远都觉得不够哦 一天24小时见面他都觉得不够 他要跟你一生一世 一世都不够 下一次也要在一起 是你把希望带给他 感谢你的出现哦 如果不是你的话呢 他觉得他的世界都是一片黑暗的 你是最佳的人选了 而且不是最哦 你是一个唯一哦 唯一那个 可以令他想要结婚念头的一个人 令他想定下来的一个对象 他现在真的好认真看待这份感情哦 请你别小看 他把你放在他心中的那个分量哦 再看 你是他在乎的人 他最在乎的人 不管现在面临什么难题 一切都会过去的 希望你别因为这样子放弃这段感情哦 有什么难题问题 至少还有他在你的身边 他愿意跟你一起共患难 一起度过难关 你可以把你的心事说给他听哦 他想要更懂你 他想要更认识你 想拉近你们之间的距离 没有你的日子里呢 你不知道他有多么的寂寞 他是已经对你产生依赖了 他想跟你做任何事情都出装入对的 不喜欢孤单 爱上你了之后他特别害怕孤单 给选道地主他要说给你听的情话 以陶罗派卡来看呢 他说虽然这个是情话 听起来好像很假 好像甜言蜜语 但其实呢都是他发自内心的一番话哦 他觉得跟你之间呢 根本不用有秘密的 你已经把他 他已经把你看成是他自己人了 不用带着面具说话的 他对不起你 这个平时就是 可能 不善于言 言辞 不懂得去表达自己心中的这些话 但他的心是对着你的 他心里真的有你 他很不喜欢现在这个处境 你们之间的感情距离太远了 或者是相见 沟通的时间太短了 不够 他要的是更多的 请你别把他当朋友哦 他要的不单只是 这一生要跟你在一起 下一生也要跟你在一起的 因为你的到来 就好像星星 照亮他黑暗的世界 帮助他找到人生意义 找到人生的希望 除了你之外 他无法想到别人 是你 你是唯一令他有结婚念头的一个人 是的 他真的把这个感情看得好重 希望不要 不会把你吓跑 希望你不要有压力 他好在乎你的感受 如果你不喜欢他这么的 把你抓的那么紧的话 你可以直接的当面告诉他 他是欢迎你这么做的 不管你 你要的是怎么样 他都会成全你最重要是你能够开心 幸福 现在你遇到多大的难题 你都可以跟他分享哦 大家可以一起共患难 他不会因为你在第五期而离弃你的 他是会选择呢 跟你 就是 不离不弃的一起度过难关 自从爱上你了之后 他特别害怕一个人哦 他他就是 想要更多时间能够跟你在一起 黏在一起不分开 抗赤卡怎么刷给选到第一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自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觉得一直找不到机会去向你示好 你应该不知道吧 他早就已经 喜欢上你 早就想要跟你黏在一起的 也许他不是经常会把我爱你说出口 但他对你的爱是多过言语所能够表达的哦 感谢你 把他的每一天变得更好 你把快乐带给他 他是属于你的 请你别再退货了哦 这个退货 收了就不能退货了 他有很多不好的习惯哦 他会慢慢为你改变 希望你可以包容 他假装不在乎 其实他在乎的不得了 而且你别相信表面的 他的一部分已经被你偷走了 没有你在身边他就是不完整的了 只有在你身边他才是完整的 你就好像 被他下了诅咒似的 对你完全就是 神魂颠倒到 不行的那种地步哦 给选到第一组一字卡来看呢 他说他一直想找机会呢 向你示好 向你表达他的爱 但他一直找不到机会 你应该不知道吧 他爱上你已经不是 最近的事情了 已经好久了 他早就喜欢你 早就想要跟你黏在一起 不分开的 也许他不是经常把爱 挂在嘴边的人 但他对你的爱 其实用言语是难以表达的哦 已经多到呢 用言语是很难充分的表达出来了 感谢你的出现了 你令他每一天都过得比较好 只有你在的时候 他觉得他的日子才会是更好的 他是属于你了 这是无法退货的 请你别就是把他推开了 他有很多不好的习惯 他是意识到自己很多的缺点 他会为了你改变 希望你包容他 别因为这样子 离弃他不要他 很多时候他是很在乎你的 别相信表面那冷冰冰的那个他哦 他就是假装不在乎 其实越是在乎你 他越是想隐瞒 就他有他的原因吧 可能害羞还是什么 他已经 把他自己的一部分留给你了 如果没有在你身边 他就变得不完整了 所以他现在发现 他的心有一个洞哦 只有你能够填补 你就好像下了诅咒哦 令他就是离不开你的 看这个神域牌卡怎么说 给选到第一组 对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好了 这张牌卡呢 就是找到那个动力哦 到底 你心中渴望的是什么呢 如果你觉得 每一天过得实际成成的 好像没什么崩头 没什么 这个动力的话呢 那么就问自己哦 自己在做着的 会是引来自己想要的结果吗 去找到 弄清楚自己心中的渴望 是什么 再看 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还有呢就是 可以跟对方合群一点哦 就是有时候不一定要 就是 两个人讲法一模一样 才能够在一起嘛 就是不一样的想法 也一样可以相处得很好哦 就多一点的就是去 合群一点哦 再看还有什么呢 很多时候呢 就是看到的巧合 并不是巧合 也许就是 上天给予你的一些指引 给予你的一些 嗜好的 就是告诉你 像这张牌卡 那样的美好哦 就以一个正面的心 去相信 好的事情 正在发生的 看这个签文 有什么指引 整体上的建议 是什么呢 可以选到 第1组 整体的建议 是什么 100 此中签有著是不利 不切实际之意 奉献当事人 凡是脚踏实地 与其执着在不确定的事情上面 还不如 跳脱 迷思 自立更生 有梦想 就必须靠自己努力打拼来实现 不要留意空想 这个上天的会给你 给你你要的 就帮助你要 作合你们 或者是帮助你 达到你的梦想 但如果你只是空想你什么行动 不努力的话 都不做努力的话 那么 就是只有 白白浪费机会 所以 不是只是 光想 也要去争取 虽然 上天可以给你好运 但也要 好好运用你的运气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1组的牌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你有什么祝福于呢 祝你对方的感情变得更加的稳固起来 然后相处起来容下 慢慢的欢笑声 幽默感 谢谢收看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热点赞 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拜拜 Hello 给选到第2组 感谢你的到来 此下咱们的主题是 他要说给你听的情话 说声音排卡一起来看 你要问的这个他 此时此刻要说给你听的情话是什么呢 从一张主题拍卡 给选到第1组的你一起来看 他要说给你听的情话是什么 后来 主题拍卡来看 他说你是最棒的 感谢有你 有你真好 你把丰富 丰盛的人生带给他 有了你 他觉得自己 就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他这一生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能够 就是跟你成双成对的 你是他的希望 你是他的未来 他希望跟你之间的这个甜蜜感情 可以持续下去哦 跟你长长久久的 给选到第2组 他要说给你听的情话 首先你主题拍卡来看呢 他说你丰富了他的生命哦 你令他活得更精彩更快乐 感恩有你哦 有你真好 你是他这一生以来呢 就发生这么多事情中 最幸运 最开心 最成就感的事情哦 能够跟你成双成对 是他这一生最有成就感的事情 你是他的希望 你把快乐带给他 你照亮他未来的世界 他希望跟你之间的感情 是长长久久的持续 都能够这么的美好 看塔罗怎么说 这个人他要说给你听的情话 还有哪些呢 给选到第2组一起来看 你就是他一直以来寻寻秘密的人 他找你找的好苦哦 终于遇见你了 他希望 不再分开 永久的跟你在一起哦 你在他眼中已经好棒了 你不用感到自卑 你不用一直想要改变你自己 你本来的自己 已经是他喜欢的样子 再看 他知道他平时有一点严肃 他知道他是一个 不善于表达甜蜜的人 他好想做点事情去 带给你快乐去取悦你 想把所有 都送给你哦 想要讨好你取悦你 每当想起你他最为一股热血热情哦 想冲向你的 想立刻马上为你办事 立刻马上 满足你的需求 他依然像当初那样子的 对你神魂颠倒的 他已经失去理智的 爱着你了 不管要他做什么 牺牲付出 谁要你能够开心 他都会是觉得值得的 做你做 为你做任何牺牲 他都愿意 因为是你结束了他过去的那一些比较 坎坷的 网恶 网恶 现在他找到人生的希望 他都是他就是 你就是那个令他有动力 活下去的人 给选到第二组 以坎坎坷来看呢 他要说给你听的情话 那这个人他说 他找你找的好苦哦 终于遇见你了 就不要再跟你分开了 他希望跟你能够长长久久的 到死的那一刻 都要跟你在一起 你不用作任何改变哦 你就是他 喜欢的那个样子的 你本来的样子 就是他喜欢的样子 他现在借这个机会想向你表达他心里的甜蜜 他知道他不懂得把甜蜜带给你 甚至会令你感觉到他是一个比较严肃 看不到他的温柔 但他要以实际的行动去带给你爱 带给你温暖 你有什么要求你都可以提出来 他要去约你 他要讨好你 想要把天上的星星月亮都再给你 他依然像当初那样子的事 飞而扑火的爱着你 喜欢着你 他已经失去理智了 为你做任何付出与牺牲 他都是觉得值得的 诶 少了一张吗 为你做任何付出与牺牲 都是值得的 是你结束了他过去的那些不愉快的日子 是你照亮他的世界 现在他做任何事情呢 只要是可以帮你一笑 他都会是满满动力的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 你把彩虹带给他 你结束了他那个暴风雨的日子 所以这个人他想要用他剩下的人生的去报答你 去好好的善待你哦 看字卡怎么说 可以选到第二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字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不知道你的感想是什么呢 你对他的感觉是怎么样呢 你令他觉得自己是活着的 是你给他动力 活得更开心 他希望可以冲向你 立刻马上出现在你的面前 你是他的灵魂伴侣 没有人可以取代你在他心中的位置 他非常想着你 虽然他没有大声的说出来 但其实他一直都在想着你 他正在努力的 想要建造一个更稳固 更有美景的将来 让自己变得更强大的 能够有能力去照顾你 好想要好好的对你哦 再看 他有一时在关注着你的社交媒体动态 你把光亮 你照亮了他黑暗的道路 他最喜欢的声音 就是你的声音 给选到第二主义字卡来看 这个人他一直想着 你到底过得怎么样呢 你对他的感觉是怎么样呢 他好在乎你哦 你是他的生命 是你照亮了他黑暗的世界 令他活得更开心 更有崩头 更有认真的意义 他希望他立刻马上可以出现在你的面前了 毕竟你是他的灵魂伴侣 你们是分不开的 你们是属于彼此的 就算他没有表达出来呢 其实他有一直在思念着你哦 他永远都忘不了你 好想要照顾你 但也许他现在需要花更多时间 去建造一个更好的前途 所以无法经常待在你的身边 他这么做都是为了 想要让自己变得更强大 更有能力的去对你好哦 希望你能够理解他的 就是比较少陪伴 但就算没有见面都好 他有一直在查看 最终你的社交媒体动态 一直有打听你的消息 他好想念你的声音 看这个神域白卡怎么说 也选到第二组 每天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好了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哦 现在就是觉得 现在不行不代表将来不行哦 所以你们之间的感情 还有很多可能性可以发生的 不管现在有多么的低谷 多么的黑暗 还是有光明的一天哦 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哦 再看 还有呢就是 就立刻马上现在吧 就采取下一步行动哦 别人就是偷懒了 别人一直待在原地 什么都不做的 是时候采取行动哦 做点事情的去 争取你的幸福 争取你要的美好 就是让之间这个感情 可以有这个心灵上的成长哦 你与他可以发展成灵魂伴侣 对方就是喜欢你 是他的灵魂伴侣 所以多一点的去 读懂这个人哦 那么你们的心灵 心与心之间的距离 就可以拉得更近 看这个签文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 可以选到第二组 面对这种情况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好了 六十四 此前有凡事提防之意 分前当事人物心之口快 本身的自我情绪管理好重要 切记在发怒或不顺意时 不胜口出恶言 凡事谨慎谦虚待人 方可远 远在避祸 所以可以选到第二组 就可以要小心一点的去 言论哦 就在说话的时候 不要太过心直口快哦 尤其是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不要乱说话的 也许你们之间有问题起来呢 因为说错话 反而把问题变得更糟糕 本来可以更好地处理 就因为说错话 反而 更难以收拾哦 所以 在心情不好的时候 特别要小心 不要乱说话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第二组的白卡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予呢 祝你被满满的爱围绕着 你们之间的感情更恩爱起来 富贵荣华 什么都不缺 谢谢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不要点赞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拜拜 好了,以主题派克来看 他现在更清楚意识到了你在他心中的重要性 他发现他自己不能没有你 你帮助他带来疗愈 跟你相处起来最放松,最没有压力了 好想要好好地保护这个感情 不让你跟他分开 这个感情对他而言太重要 你给他重生的希望 你帮助他找到了他人生的意义 找到了他要的那个方向 给选到第三组,他要说给你听的情话 以主题派克来看 他已经意识到了他过去 可能对你不够好,不懂得珍惜你 现在他意识到了你的重要性 希望一切不会太晚 是你一直以来的陪伴 帮助他得到了疗愈 如果过去不懂得珍惜你 真的好,对不起 请你回到他的身边 他要好好地对你 想要保护你,保护这个感情 不要再跟你分开了 我们重生吧 我们重新再来吧 是你帮助他找到人生的希望 找人生的意义与方向的 就请你不要再计较他过去的错误 请原谅他,重新再来好吗 看塔罗怎么说 他要说给你听的情话 还有哪些呢 给选到第三组一起来看 他现在为你失眠 他经常发噩梦 就算好不容易入梦了 睡着了 他为你失眠 睡着了却发噩梦的 好担心这个感情不会长久 好担心你会放弃他 不要他 他想要跟你建立一份稳固 有未来的一段感情 他对你是认真的 他充分地意识到了 你才是那个对的人 你才是那个他要找的真爱 真爱就在眼前 对不起过去 不懂得珍惜你 现在呢 他对你说 请你别离开他 你们的未来会是闪闪发亮的 有很多好事还在前方等着你们哦 他会比过去更懂得对你好 更懂得脸像细腻 快看 你要他怎么做呢 他会愿意把所有的爱都给你 只给你一个人 对你完全专一 就算你们之间呢 就是 有第三者的出现 也不用担心哦 他会为你处理掉那个第三方 跟你成双成对 因为只有你令他有想要落地生 跟组织家庭的念头 其他人只是逢场作性 他们都比不上你 这个卡卡的感情 其实还会有在上升分的可能呢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跟你进一步发展 请你教教他吧 他还可以做些什么 去促进你们之间的感情 给选大第三者 以达罗拜卡来看 最近的他一直为你失眠 他想好多 他好担心 你会不会因此不要他呢 你会不会选择放弃这段感情呢 他好不容易睡着了 缺乏噩梦的 很想要找你谈谈哦 他好担心 你就是已经放弃他了 一切会不会太晚呢 这个人他要跟你建立一个 有未来的一份感情 他对你绝对是认真的 过去不懂得珍惜你 过去都一直认为 更好的在别人 就是别人更好 但原来发现呢 他已经意识到了 最重要的人竟然是你 也就是他的眼前人 就希望你就是可以 原谅他过去不懂得珍惜你哦 请你再坚持一下 给他多一次机会 你们的未来 还是可以很散散发亮的 他会更懂得去爱惜你 保护你 照顾你 对你连相惜欲 你要他怎么做呢 他已经做好准备 把所有的爱 好不保留的给你哦 你们之间就算是复杂的 就算是三角链 你也不用担心 他已经做了决定 去放弃那个第三方 跟你单纯 简单的 过二人的世界 因为只有你 令他有想要落地 生根组织家庭的念头 你才是那个对的人 你才是他的真缘 这个卡卡的关系 他也是厌倦了 他要与你为个 进一步发展哦 进入新的一个篇章 不知道你要他怎么做呢 你教一教他吧 他还可以做些什么 去促进你们之间的感情 去让你们之间的感情 可以升温呢 看资卡怎么说 给选到第三组 这个人有什么话要告诉你呢 一起来看资卡 他有什么话想说 他有一直在尝试 尝试的不要把你那么重视 但他做不到 他放不开你的手 他死不了心 他迫迫及待的 想要跟你组织家庭 有一个新的生活 希望你也可以 多一点的行动哦 他想要看到你 积极主动的样子 他是需要你的 他离不开你 他很高兴认识你哦 不管经历了什么 不愉快的事情 他从来没有后悔认识你 他知道 也许你没有这么样的想法 经理告诉他吧 他还可以做些什么 去纠正一切 拉近你的之间距离呢 他好害怕 失去你 有时候他对你撒谎 不是因为想要骗你 他只是为了保护这个感情 他过去呢 就是做了一些事情 就是利用你 去惩罚他的前任 但可能令你误以为 他就是只是 淡淡的 只是想利用你 但他发现 热酒生 热深情嘛 他发现他爱上你了 给选到第三主义自卡来看呢 他有尝试 不要把你一直挂在嘴边 不要一直想着你 但他做不到 他放不开你的手 他要跟你在一起 他迫不及待的 想要跟你有一个新的生活 一起生活 一起组织家庭 请你也就是多一点的表态一下 到底你对他是怎么样的呢 他也要看到你的行动 他是需要你的 请你别离开他 他很高兴能够认识你 能够跟你见面 跟你认识是他的荣幸 他知道 你也许 没有同感 但没关系 请你告诉他 他可以做些什么 去纠正一切 去拉近你们之间距离 去做到令你满意为止呢 他想说对不起 过去他对你撒谎 他的出信 不是为了想要去伤害你 他只是害怕失去你 为了保护这个感情 他才会对你撒谎 也许过去他只是利用你 去惩罚他的前任 去报复他的前任 但他发现热酒真情 发现他爱上你了 就请你别生他的气 重新再来好吗 看这个神域牌卡 怎么说呢 可以选到第三组 别对这种情况 有什么建议 供你参考呢 抽三张一起来看 有什么建议呢 好了 这张就是要你鼓起勇气哦 对方虽然是成年人嘛 但也是需要像小孩那样子 哄一哄哦 大家都喜欢被哄嘛 再看 你是可以做选择的人哦 别认为自己只有一条路走 有好多的选择去处理问题的 所以要给选到第三组 给予你的建议就是 拿出你的勇气哦 别再退缩 别再三朵了 对方虽然可能给你感觉是严肃 坚强的那个样子 但其实大家都一样 有一个内在小孩 喜欢被哄 喜欢被 呵护 被照顾 被爱着 他也是 希望能够得到你的爱 还有呢 就是 做你的决定吧 在做任何行动之前 再考虑一下 自己是不是还有 别的选择呢 你是有选择的人哦 看这个签文怎么说 给选到第三组 整体的建议是什么呢 抽一张给选到第三组的你 一起来看 整体的建议 31 此前提醒当事人 不宜在此时轻举妄动 暂时放下忙碌的生活 调整生活作息 保持身心健康 整理好思绪 重新出发 就不要轻举妄动哦 就是在你做任何行动之前 虽然要有勇气 但也要有勇有猛哦 没有勇的话 只是勇气是不够的 所以在行动之前呢 确保自己 是经过生思熟虑 不要轻举妄动哦 好啦 这就是给选到 第三组的白稿分析 希望对你有所帮助 希望你喜欢 看有什么祝福与乐 祝你好运哦 一些如你所愿的 跟对方能够常常救救 甜蜜的生活 谢谢收看 我们下部影片见 如果喜欢 请别忘了点赞订阅分享 还有留言哦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 请不吝点赞订阅分享